歐陽鑫漢 歐陽鑫漢 有個機角 非常的可惜 其實打到門柱 其實剛剛可以看到我們的背號 16號的歐陽鑫漢 他是在對方的半場斷道球 然後去做進攻 其實經過昨天的比賽可以看到 其實鄭崇瑞 縱使他其實在場上有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現 但其實在我們場上 有些不必要的動作其實也算相對的多 像是其實我們在昨天可以看到 這邊左鑫有個機會 左鑫這邊進球是有背號22號的 顏尚軒 那其實顏尚軒這一球非常出色 其實他是在對方的半場直接 截到我們的 金華的十五然後去做射門 那顏尚軒目前進球數來到了第四顆 那現在比數來到1比0 由左鑫國中暫時領先 上半場時間剩下最後不到15分鐘 這邊又是起腳 守門員把球救得出來喔 這邊球出了底線 左鑫國中守門員的球 直接甩到前竿去 先到前面的 沒進 雖然剛剛那一球我們可以看到是進球 但是因為在五人之的規則中 我們守門員或是界外球直接踢進去 在沒有碰到其他人的前提之下 其實是不算進球 那其實剛剛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我們左鑫國中的頭 前鋒的頭其實是沒有碰到那顆球 那其實球進就不算 其實傳球上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出來 其實金華在我們所謂的 Final Third 也就是最後一區 其實我們的傳球成功率沒有非常非常高 那其實剛剛這一球被 由背號16號 我用心看的遠腳 起腳射門 那是被我們的 左鑫的守門員手下 背號三號的莊子寬下場 現在有個二打一的機會 左鑫國中是不能把握呢 被我們的 我們正同和守門手下 然後金華的守門 表現出非常優異的水準 是的 這邊總是先騎腳 被我們的六號 許俊偉突出 這一顆守門長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五人之的場地偏小 所以其實控球之後的時間是沒有那麼多的 因此其實 使用腳底會比較 那這邊在講的同時 高氏左鑫又再次進球了 這次是由背號7號的歐仲校進球 那比數是擴大成2比0 那我們防守方面的話 其實也受限於我們進攻其實表現沒有那麼優異 其實是有點散掉 是的 那其實不管怎麼樣就是先做好 這邊球又進 那就是如同我剛剛講的 其實在我們一直在被進球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的防線已經有點稍微鬆散 那剛剛進球是背號17號的楊炳瑞 那楊炳瑞目前呢 進球是來到了第三分 這邊 傳球發生失誤 這邊又一次3打1的機會 看能否把握 守門接到球 左鑫喔 傳到的球 這邊身體結束 背號13號高雨澤 傳到前面 背號17號林玉婷 這邊傳球發生失誤 那其實剛剛依舊可以看出來 這邊守門1對1有沒有機會 非常之可惜 非常之可惜